中池基戰一團亂 中信兄弟前兩場在洲際主場都輸球 讓黃山軍錯失自立封王 拋下黃色彩帶的機會 下半季魔術數字剩下M1的兄弟 只要22日這場衛拳龍和樂天桃園的比賽 樂天輸球或合局 就能確定拿到下半季冠軍 百萬象迷把希望技放在衛拳身上 小龍們也感受到這力量 前八只打完1比2落後的衛拳 就直上進入強攻模式 先靠著李凱薇打回追平分 接下來蠻累局面就看古德溫 這一個彈跳 穿了 是一隻安打 而且這樣子會是兩分進場 這一局龍隊 衛拳休息區還一起來 古德溫安打建功 小龍們單局冠進4分 反倒以5比2超前比數 但江湖人稱暴力源 怎麼可能就此守守 別忘了還有九局下呢 這一方打出去是縮小了 看了一下 哇沒有要傳啊 他沒有要傳本壘 劉思豪是雙手一攤 那你縮小了 結果你不傳本壘 那就平手了 遊擊手石翔宇來得及接 可惜來不及傳 樂天單局四隻安打進仗3分 5比5逼近延長賽 兩軍一路激戰到12局 都沒人能再天得分數 中場5比5握手言和 在小龍逼合的助攻之下 讓修兵的忠信兄弟 如願拿到下半季冠軍 接下來在五戰三勝的季後挑戰賽 黃山軍交手魏全龍 將取得一勝優勢 華視新聞李世健 並且這樣宏報的喔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